众所周知,现在在美国的推动下,耶路撒冷现在就是归属于以色列的了。 这让巴勒斯坦很不满意,所以他们之间已经有了巨大的冲突,加沙地带的大屠杀就是最好的证明,但是最后以色列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这全部都是因为美国在背后的庇优,哈马斯组织但是巴勒斯坦境内的哈马斯组织并没有打算就这样轻易的放过他们。 根据以色列报道称,在当地时间8月9日,以色列遭到了来自加沙地带的大规模的空袭,数十枚火箭弹,导弹如同火球一般扑灭而来,就不仅导致了很多地方都着火了,而且还有数十人魂归一府,铁穹反导系统。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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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